他被称作中国版开膛手杰克 八年间 仅靠一把手枪 就让十一人当场逼命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 他竟然窝藏在墓地中 咽咽和海骨相伴 他就是爆头哥周克华 周克华极度擅长易容 曾制造多个身份 躲过了万人大追捕 为了逃命 甚至每天住在墓地之中 以至于到最后 老百姓都不相信 他真的被击毙了 那么周克华是如何躲过重重视线的 他的死真的是一场骗局吗 罪恶的源头 还要从一把枪开始讲起 1991年 周克华偷偷潜入了一个猎虎家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 顺走百元现金和诸多粮票 其中还包括一把猎枪 正是这把猎枪 才让他从一个朴实无华的农民 变成了文风丧胆的猎手 有了这种东西后 他的思想就开始发生了扭曲 他打算带着猎枪 前往武汉闯下一番天地 然而 还没等他嘚瑟起来 就被送进去踩了两年缝纫机 经过两年的教育 周克华的形态稍微有了一些改观 出来后的他 安分守己地在火车站当搬运工 靠勤劳的双手来养活自己 父母以为儿子步入了正轨 就顺势给他介绍了对象 女方看他为人踏实 就同意了婚事 婚后的周克华十分上进 他拿出所有的积蓄 买了一辆中巴车 当上了客车司机 这时候的周克华才明白 原来用一个方向盘就可以掌控人声 根本不需要走进歪门邪道 可以说 这段时光是周克华人生中最幸福的阶段 但美好的一切马上就要终止了 某天 他像往常一样 在客跑长途 不知是疲倦还是为何 周克华一不小心和迎面而来的大火车相撞 导致多人受了重伤 虽然他本人并无大碍 但车上的不少乘客都被送进了医院 面对巨额的医药赔偿 周克华实在是承担不起 走投无路之时 他再次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 离家出走 跑去了缅甸 到了缅甸后 周克华凭借着不错的身体素质 当起了雇佣兵 这一行可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在做雇佣兵的这段日子里 周克华接触了形形色色的肮脏交易 并再次和枪支打起了交道 也不知为何 周克华每当拿起这种东西 几乎都是百发百中 被当地人称作是神枪手 虽然这只是一个虚假的称谓 但周克却当了真 他决定用自己所谓的本领 完成最初的梦想 于是 他果断结束了雇佣兵的生涯 偷偷跑回了重庆 开启了他的黑化之路 他的第一个猎物 就是当地某家酒店的会计 赵某和周某 经过一段时间的踩点发现 赵某和周某 会在周六那天从银行取钱 确定这一消息后 周克华就开始了行动 某天中午 周克华悄悄潜伏在一家银行拐角处 犀利的眼神扫视着过往的人群 很快 周某和赵某就出现在了 周克华的视野之中 两人有说有笑地讨论着工作 丝毫没有注意到 一双阴冷的眼睛正在窥探着他们 不一会儿 赵某周某取出了七万现金 并装进了胯包中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黑影 突然窜了出来 一声巨响过后 赵某当场倒地 不远处的周某差点吓尿 他惊愕地看着这一切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只感到后背传来一阵 钻心的疼痛感 他倒地之后 周克华一把夺过了黑色垮包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现场 第一单完成之后 周克华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 他不断回想着命中十环的战绩 内心涌现出无比猖狂的自豪感 得到不易之财后 周克华度过了七个月的逍遥时光 七个月后 周克华再次瞄上了一个猎物 第二个被选中的目标比较幸运 周克华只是对他进行了一番要挟 并未扣动手中的扳机 然而 你以为周克华是良心发现了吗 其实 他是在为下一个目标悄悄做着准备 几个月后 周克华再次选中了当地一家银行 经过半天的蹲守后 他终于等到了目标的出现 只见一对夫妻兴高采烈地走到了取款机跟前 并按下了让周克华心动的数字 这对夫妻走出来之后 周克华立马从角落里窜了出来 并举起了长长的家伙 巨大的声响过后 夫妻俩一瞬间就变成了亡命鸳鸯 他们到最后时刻都不敢相信 居然有人敢光天化日之下 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行为 而他们也没能看到自己孩子最后一眼 更可怕的是 路边有一个无辜的目击者 被周克华发现后 也没能躲过遭遇 周克华耀武扬威地 拿走了装有17万的黑色补包 从容不迫地消失在银行门口 正当他沾沾自喜之时 一张关于他的自画像被公之于众 他是最擅长伪装的杀手 他靠着高超的易容术流窜各地作恶 凭借一己之力躲过了万人追捕 最终他是否成功被捕 画像中的男人体态粗壮 面向偏圆 可实际上 凶手的长相与流传的画像相差甚远 足以证明 周克华在伪装上下了很大一番功夫 完全混淆了视线 就在周克华为自己的易容术沾沾自喜之时 他马上就被现实打回了原形 得手17万后 周克华准备跑到云南避避风头 还没等他踏上火车 包里的家伙就被提前发现了 因为这件事 周克华获得了三年小黑屋体验 换作正常人吃了这一遭之后 一般都会改过子星 重新做人 但周克华却不这么想 他认为自己的大好前程还需要去完成 为了能提早出去 他给自己打造了勤肯上进的人设 并疯狂博得工作人员的同情 最后 在周克华一番淋漓尽致的演绎下 竟然真的提前从里面出来了 现身的周克华再次回到了重庆 这一次 他直接干出了震惊全国的事情 这一次 他不为钱 不为财 竟只为过过瘾 某处营房门口 有三名工作人员正在执勤 其中有两人在大门外的岗哨上 另一人在大门旁的传达室里 当夜色渐渐暗下之时 一个鬼祟的黑影悄悄出现在大门前 黑影缓缓掏出手中的家伙 对准大门口的值班人员 并扣动了扳机 巨大的声响过后 大院里传出了紧急的铃声 听到铃声后 周克华并未恋战 而是夺走了值班人员的枪 马上跳上了车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周克华抢到东西之后 一直都没有将它拿出来使用 这样的逻辑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然而 这种毫无目的作恶的例子 在周克华的事迹中并不少见 某天下午十分 李某来到长沙看望外孙 期间 他来到附近的一处公园柳湾 从他走进公园一直到二十分钟后 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常 可当他走进一处茂密的树林之时 他发现 不远处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男人 那个男人竟然掏出家伙 蒙着眼睛练习拆卸 组装 看着眼前的一切 李某简直惊呆了 当他反应过来 想要离开时 周克华的眼神却捕捉到了他 看着眼前的老人 周克华觉得 这是属于自己的猎物 于是 他再次蒙上了纱布 凭借着感觉 对着空气一顿乱开 当他截下纱布时 发现老人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周克华不仅没有产生一丝的愧疚和怜悯 反而还带着争鸣的笑容离开 这件事过后 又一副关于周克华的自画像 再次被公知于众 然而 只有周克华自己知道 画像上的男人和自己的容貌相差甚远 周克华对自己的化妆技术十分满意 除了在外貌上做出改变外 周克华每一次行动的时候 都会刻意改变走路的姿势 甚至故意做出十分夸张的动作来迷惑视线 殊不知 如此猖狂狡诈的作为 马上就要露出破绽了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猖狂的汉费 短短八年就背负了十一条命债 就在他达到巅峰之时 却因为一个女人丧了命 某天 周克华来到一家写字楼下面蹲守猎物 不一会儿 一个姓肖的老板走进了他的视野 肖某提着笔记本走出公司门口 打算去一家饭店谈生意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暗处有一双罪恶的双眼正在盯着他 当他走到旁边街道时 背部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 捂着伤口缓缓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 周克华一把夺走了他手中的笔记本 随后消失在了街道中 值得注意的是 周克华此次行动的地点 位于一处繁华的路段 这里的人流和车流都非常的密集 按理说 要在这里逃过追捕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到一个小时 就会掉进包围圈之中 但周克华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并做出了极为缜密的计划 他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旁边有一个大桥 他能通过这个大桥 迅速逃回长沙的河西地区 而至于落脚点 周克华竟然选择在了墓地 对于他来说 旅馆 网吧 习域中心这种地方 全都是雷区 所以他才选择了墓地这种 让人极被发凉的地方 到了夜晚 他会把睡袋放在墓地旁的树洞中 然后在树洞中解决睡觉的问题 而旁边的河流 就是他的超大浴缸 无聊了就在偏僻的网吧上上网 每当在网上看到关于自己的案件时 周克华都会萌生出一种自豪感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马上就要为这些行为付出严重的代价 由于周克华的行径实在是太过恶劣 全省上下动用2000多名骨干展开了一场行动 他们把覆盖全长沙的监控 全部复刻在硬盘之中 逐一清扫可疑的人物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所有的视频加起来 相当于100万部电影的时长 每个人平均下来 相当于要看400部电影 虽然任务艰难 但却抵挡不住任何一个人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海量的视频中 终于发现了突破口 那就是周克华经常去的帅帅网吧 虽然周克华时常戴着鸭舌帽 发型也是不间断的更换 但还是锁定住了他的长相 此时的周克华并没有意识到 他马上就会遭到报应 因此此时的他竟然在谈情说爱 这个倒霉女孩叫张贵英 当时也只有20岁出头 张贵英之所以愿意和他交往 完全是因为周克华出手阔绰 但即使是在谈情说爱 周克华依然没有停止掉疯狂的计划 某天 一辆豪华轿车行驶在公路上 车停下后 周克华对着里面的人扣动了扳机 但这一次 他并没有能打中要害 对方最后也没能去见阎王爷 或许是害怕对方认出来自己 心虚的周克华当即离开了长沙 回到了老家 没想到 回到老家后 让他翘首以盼的老父亲 却在两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看着父亲长满草的分头 周克华的良知终于被唤醒了 他决定找前妻复婚 重新过正常人的日子 但此时的妻子早已嫁为人妇 面对周克华的到来 妻子只有嫌弃 此时的他才意识到 同时被亲情和爱情抛弃 原来他才是一无所有的人 万念俱灰之下 周克华再次燃起了心中的浴火 于是 他再次抄起了家伙 蹲守在了一家银行门口 很快 他盯上了一个来取钱的包工头 包工头走出来 周克华就窜到了他的面前 当即扣动了扳机 夺走了二十万 此时的周克华还以为自己能逃出成天 殊不知 在事发后的五分钟 工作人员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就算是插上了翅膀 也难逃罚网 而他提前设置好的计划 也只能落空 无奈之下 他只能继续回到深山的目的之中 虽然他隐藏得十分隐蔽 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这时的他犹如丧家之拳 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最后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终于让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关于本期内容已经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吧